欢迎收看狗马克思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麦 那么今天是咱们中国传统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我要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狗年旺旺旺 看到了今天我也是穿了一只小狗的衣服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新鲜气氛 好了我们还是说一下昨天全球金融市场走势 昨天在澳洲本地方面整体来说股市有1.1%的涨幅 表现不错收盘收在509点 中国方面大家都知道是由于春节的关系股市是停盘 欧洲股市昨天有0.3%至1%的上涨 同样美国股市也出现了5天的连续上涨 昨天三大指数都有1.2%至1.5%的涨幅 另外黄金和石油价格基本保持在原地不变 大约是有的 大约是有0.1%左右的下跌 但是可有不略不计 另外比特币价格昨天晚上再次出现8%的上涨 而且目前是成功的爬上了一万美元大关 最后我们说一下昨天最后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 在最后一天里上涨2%重新回到三万一千点以上 那么接着我们今天着重来说一下的是大年初一 我们说一下由昨天年夜饭做螃蟹所想到的 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是大年初一就说一些跟市场不相关的东西 就是咱们来换换思路 我觉得在金融行业如果我们不变化 或者说永远保持着一种模式去思考做事 那很容易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像日本这样的匠人精神 他们不是30年做一个产品 30年磨一剑 只做一个事 不是也能把它做得很好 其实我说的这个不断进取不断改变 和这个所谓的匠人精神呢 其实是不矛盾的 因为我们说的改变 其实也是在做一件事里面 不断的钻研新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技术 这比如说就像铁匠打铁一样 你要是30年用的都是一种方法去打铁 中间不加任何的技术 或者不加任何的成分的改进 那你的东西现在卖的和30年前卖的是一样的 消费者还会喜欢吗 我们知道时代在进步 你的产品必须迎合消费者 你的产品必须迎合这个时代 才能够生存下去 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说这个话题呢 主要就是因为呢 在昨天我们知道吃年夜饭的时候啊 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呢 看到了这样一副图片 大家知道这幅图是啥呢 这个巨大的蟹壳啊 是澳洲的帝王蟹 我们知道这个帝王蟹呢 非常之大 通常在咱们普通家人的这个 我们普通人家的炉灶上呢 无法做 就是因为它壳太大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炒 但是昨天我在一个朋友 他朋友圈里面放出来啊 他自己成功的制作了这个帝王蟹 而且还是一个啊 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盐菊姜葱的啊 我们知道你蒸蟹呢 也就算了 留大个锅去蒸 在自己家里面如何做这个 姜葱盐菊 我就问他 然后他跟我说 他不是用锅做的 而是用的是蒸香 他把这个蟹呢 涂了一遍油 切完之后 然后在蒸香里面烤了15分钟 拿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我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方式和方法 老是固定在呢 如何用锅去炒那个蟹 那你毫无疑问的是呢 你不论用什么办法 在家里的锅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只能换一种思路 像他用的就是用蒸香去炒 去蒸 所以说我说这个目的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跳出原来的这个固定思维 只有跳出原来的固定思维之后 也许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就像我们分析问题 分析事务一样 有的时候呢 你分析的时候呢 你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消费者 想象成是庄家 想象成是政策的制定者 从他们的角度来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者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需要用什么办法 当然了 我知道呢 我这个说来说去呀 大家都会觉得 大年初一的说这些有啥用 所以呢 我在这里还是不多说了 祝大家呢 新春快乐 大家如果对这个做螃蟹有兴趣的 特别是如何做这个帝王蟹 不如在这个网上搜索一下 如何用真香来做大螃蟹 我想呢 这个话题 在今天来说 肯定对比金融投资更有吸引力 那么再多说一句话 在今天 大家需要注意的产品有两个 一个呢 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比特币 目前已经上了 重新上了一万美元 第二 就是澳元的美元 今天早上澳洲央行行长说到 澳元的下一个行动 很有可能将会是加息 因此我们看到 澳元在今天过去的 十个小时之内 涨幅是非常的迅猛 即将突破新高 我们要重点关注 好了 今天就是大年初一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财经点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